法国烟害防治政策有成一年减少一百万瘾君子 法国为申部28日表示 政府提高香烟税鼓励戒烟 成功让法国在2016、2017年每日抽烟人数减少一百万人 以往谈到法国 就让人连想到巴黎街投烟物缭绕的咖啡馆 法国卫生部部门法国公共健康的一项研究指出 法国推出反烟政策似乎奏效 法国每日抽烟人数一年内骤减一百万人 青少年和低收入户抽烟人数也下滑 这种情况在法国十年未现 法国抽烟的特别报告调查2017年住在法国18至75岁的人口 这份报告并未谈到电子烟是否影响抽烟人口 报告指出 31.9%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抽烟 26.9%的人每天抽烟 分别比2016年减少3.2和2.5个百分比 这代表法国每日抽烟人口在一年内从1320万人减至1220万人 法国近年逐渐掉生烟价 目前单包香烟售价近8欧元 约台币282元 法国卫生部长雅尼斯比布新 Agnes Busen 打算在2020年前将单包香烟售价调涨至10欧元 约台币352元 法国卫生部表示 法国每天有约200人因抽烟相关疾病死亡 一年共约7.3万人 法国卫生部规定香烟采素色包装 包装要加上警语和警示图片 卫生部也提供戒烟相关咨询与补助 提醒您 抽烟 有爱健康 币283事务 断 病 梦 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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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